前總統馬英九出席公開活動 人還沒到 門口已經站滿兩排便衣警察 因為一天前馬伴才收到恐嚇信件 馬前總統似乎保持平常心 不過為安人員可不敢大意 前後各兩組緊盯四周 香港出身的馬前總統 過去多次發表對香港政局的看法 而恐嚇性的內容 其實也跟香港的反送中 運動有關 新建備圖上紅色油膜帶有明顯的恐嚇意味 內容寫到國民黨要小心說話 誤阻香港 手足前往臺灣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署名何歡喜團隊還附上兩張香港名紙 不過何歡喜團隊否認犯案還強調是遭香港警察冒名 但他們過去就曾被控恐嚇審訊反送中運動案件的法官 而包括前總統在內還有立委 李桂敏跟李德維都收到一樣的恐嚇信 李桂敏則寄到電視臺還要求力挺香港 然後另外這信念上有大片紅色的痕跡 那我們不清楚 他就是看起來有一點驚悚 前總統期兩名立委接連收到恐嚇信 事關敏感的政治議題 雖然信封上採集到指紋 不過由戳在香港 該如何追出寄見者考驗警方的辦案能力 今次的許志成 顏凱旭採訪報導